富有特色的很 今年的跨年海报也不例外 将一众明星们红托的特色始祖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首先是范冰冰的海报 文案才德好意 记天下 妻女有份在东方 气势始祖很有气场 杨幂 杨幂的文案是东方锦簇 行嘴神秘 文案显得很一般 但是背后的桃花点坠 创意却是来自于杨幂2017年的开年大剧 三生三世世里桃花 让一众桃花粉丝 断身好感 杨幂的我是最不缺黑历史的搞笑紫黑声明 刷遍了网络 一句话就能让热度飞起 人气可见一般 黄子涛 背景是个大火球 文案是燃爆东方 惊涛骇浪 整体色调还偏向黄颜色 也是用心了 黄子涛今年除了音乐作品外 电视剧集有大话心油 反响还算不错 而2018年 有与杨幂合作的谈判官 也是很让人期待 陈伟霆 陈伟霆的这张海报背景 阐述了一个挺字 设计师也算是脚筋了脑汁 但是依照个人看法 还不如将陈伟霆的代表作 老角们的帅气精装 创意的放上去 才更能哄疼的 我们张大佛爷的帅一脸吗 蒋乃亮 李小璐 含血 荣子儿 张姐 含血能够出席 也是在人的意料之外 很让人惊喜 以为的跨年中 貌似含血都是陪家人极多 而张姐和荣子儿 届时肯定会一盏隔吼 让人大饱而服了 但是李小璐 加拿梁夫妇确定不带甜心出席吗 要知道甜心目前可是比你不良 热度高多了呀 马天宇 王大陆 欧阳靖 景东 四大男神来了 有媒体在娱乐圈年终数据现象统计中说 景东的老干部人设已经没了 坍塌了 但是你个人看法 景东的老干部人设不要也罢 不若另起炉灶 建立个新的人设 比如帅一大叔 人设就是挺适合他的 郭富城 莫无为费精 王力宏 郭富城今年曾摆出九龙追子镇 这一个男孩 让人有点付费他 就男轻女 但郭天王近年来 在电影领域上的更吟成绩有目共睹 莫无为费精 在甜蜡之战中表现不足 而王力宏今年上映了一部